日本AV女優波多野捷衣悠游卡引发争议 台北市长柯文哲决定提议让悠游卡公司董事长代季权 降任总经理 强调这才是爱护代季权的做法 不过蓝绿议员批评 代季权他原本就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柯文哲这样的处理根本就没差 日本AV女優波多野捷衣悠游卡引发争议 延烧几天后 游卡公司董事长代季权终于改口认了 这是他的点子 面对朝野压力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议会市政报告前 决议向游卡公司董事会提议让代季权降任总经理 强调这才是爱护代季权的做法 应付媒体跟应付议员 我觉得还是错误连连 所以我们还是给年轻人一个做事的机会 但是是不是请这些资深前辈 那个英文叫cover 就是要看着他这样 防止他冲在过头 代季权的职位将由悠游卡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林向凯转任 而林向凯的宜区将由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赫诚诞接任 代季权被拔掉董事长低调不愿多谈 可能还是经过董事会这边来决议了 这个详细动画很了解 这个细部的动画我回去之后再了解 董事长要我去悠游卡 最重要的是可能公共性的考量会比较多一点 在市政报告前几个小时宣布代季权人事案 还是止不住蓝绿议员的怒火 换汤不换药变为董事长下列总经理的 薪水一样25万工作值不变 还派了两个董事长两个总经理 外带两个发言人 现在人一多假大书赢 蓝绿议员轮番痛批 以全续发言背个柯文哲试证报告 自为失敗 可文哲上任八个多月以来风波不断 而原本就兼任优卡公司总经理的代季权 被提议拔除董做之后 薪水是不是还会一样 还得等到9月25号董事会开会后才能定案 记者林夕陈柏玉台北报道 立法院新会期开议 朝野针对证所税修法展开工房 院会中朝野达成共识 将红袖著版正所税相关修法 禁赴二读 国民党团立拼 要在这个礼拜五完成三读 不过民进党团则是主张 要进行朝野协商 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立法院新会期十五号开议 证所税修法成了关注焦点 南绿两党总统参选人也亲自坐镇党团大会 要看这个议事的进行 我们当然希望今天能够顺利过关 我们基本的态度是说 应该要顾及到这个税收 还有税制的公平性 还要顾及到他的务实可行 国民党团红袖著所提版本 是将现行的证交税千分之三 拆成证交税千分之二点五 和证所税千分之零点五 民进党团林全版本 是证交税维持千分之三 证所税救援扣角千分之一 朝野最后达成共识 证所税相关修法禁赴二读 本案就禁赴二读 内微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 星期五一定要进入表权 我认为说事不宜托 悬在那里对整个资本市场都不好 国民党团立拼这中午完成三读 不过来因内部仍有杂音 近半数的国民党立委 已经展开非除证所税联署 我所提案非除证所税的这个案件 已经早就跨越了这个最低的门槛 马上一堆人签 这真的是最好的版本吗 那是不是大家应该坐下来好好谈 包括IPO的问题 包括所有证所税的一个过程 什么是对台湾经济最好 而民进党团也倾向将协商起拉长 加上接下来总质询 恐怕要拖过一个月后才能进行表决 证所税相关修法要闯关 仍有变数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登革热疫情全岛沦陷 只剩下离岛的连江县 还没有传出病例 眼看登革热病例数即将破万 行政院宣布成立登革热中央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 登革热疫情持续延烧 疾管署公布 周一又新增296例本土登革热病例 累计今年入夏以来 已经有9862例本土病例 其中有18例死亡 疫情相当严峻 因此行政院在周二紧急成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行政院长毛治国下午举行首次工作会议时强调 将运用防火墙概念加强防疫力道 另外也亦有所指表示 希望地方与中央不要有本位主义 才能全面对抗登革热 由于台东县也新增一例登革热病例 而且有台南旅游史 使得台湾本岛全部沦陷成为登革热疫区 而高雄市病例数也首次破千例 台南市全区37区只有两区没有病例 为了阻断疫情蔓延 指挥中心也决定将请国防部 调派化学兵协助喷药及消毒作业 疫情的流行地区的部分 可以快速把它掌控 然后把它控制下来 那也不只 可能也不只一次去喷 甚至可能要反复的一个作业 那尽量把这个疫情控制下来 此外机关署也宣布 从9月17号起将针对登革热病患 采取ABC三级管制 A级属于轻症 在家自主管理即可 B级是早期症状患者 可到应变医院接受治疗 至于C级重症患者 则由奇美或成大等医学中心负责治疗 依照病情严重程度分散就医 记者来署名讲龙翔 台湾报道 国内知名工研醋制造商 大安工研公司 被查获涉嫌混入过期原料 虽然业者说 愿意无条件的退换货 不过消保官已经和业者协商 由大纯食品代工的问题乌醋 应该要退还原价两倍 给消费者来作为补偿 70年老字号品牌工研乌醋 也沦为黑心食品 减掉上周查获负责生产的 大安工研公司旗下代工厂 大纯食品涉嫌未餐过期原料 再卖给消费者 虽然业者周一出面表示 愿意无条件接受消费者退换货 不过北市消保官认为 依照消保法规定 业者必须退回原价两倍金额 给消费者以作为赔偿 大安工研他纵使没有受益 大纯工厂去添加这些 过期的这些原料 但是他没有善尽 他督导代工厂的责任 也有过失 消保官表示 大纯食品代工产品有四项 包括乌醋及味噌豆瓣酱等 不同规格包装 而乌醋是消费者可直接购买品项 味噌豆瓣酱则是小吃店自行选购 没有上下游通路关系 因此只能就乌醋部分要求赔偿 其他下架商品则是退回原价 你一瓶几十块你两倍怎么过呢 对不对 最起码你要几十倍啊 或者几百倍啊 甚至是这样 这是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事情 他这样子其实两倍都还都不够 对不对 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做生意人 而大安工研公司已经在官网上公告 只要是有效期限 在2018年4月21号的乌醋产品 消费者拿发票或产品 都可办理退货及赔偿 记者拉水米蒋龙翔 台湾报道